自从华为事件后,5G技术近期成为热门话题,但为何电讯技术一直执世界牛耳的美欧国家? 竟然会输给中国,内里原因是什么?国农证券董事总经理林家亨表示,今时今日探讨中国5G技术是否胜过美国5G? 我们需要在一些结论细节上作清晰的分画,才能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否则容易忽伦吞噪,单凭现象变误解了真实的原因。 美国在电讯科技上性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但有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持开发,或今晚更新的科技是另一回事。 回顾欧美市场过去20年由2G,3G,达至4G的演化,资金来源主要是由民间发起,政府作配合牌照准入,规管竞争,在欧洲市场,当年2000年科网股时代资金,各大电讯企业投入大量资金,促成了电讯技术上的成熟,但是投资上能否得到合理的回报,答案却是否定的? 欧洲著名的电讯业巨头如德国电讯,英国电讯等,其现金股价比起科网股2000年初时,仍要下跌了77%,85%及87%,在现全环球的各大电讯龙头股中,只有中国移动00941股价,仍高于当时的科网股年代最高位。 故此,在多年辛苦经营下,各环球电讯巨头由2G升级至3G,由3G升级4G,尚未能赚回老本的同时,现金又要改革至5G制息了。 你会愿意花数百亿美元去搞革新吗?前从何来,若你是电讯商?会否考虑资金投入后会不会再重度覆车?再输一获金?银行还愿意贷款吗? 其实欧美电讯巨头回报表现差劲。欧美的反垄断法案应计一功。为了不触犯法例,各国龙头电讯商在发展市场之时,只能每家单打独斗式在自己地盘安装网络基建。 不会与竞争者合作共同发展,因为这会违反垄断法。不过,中国的三个最大电讯商,中国移动,中国电讯00728,以及中国联通00762却是共同使用。 同一传书商中国铁塔00788的基建设施。以减低开发成本,再加上中国电讯客户量旁大。开发5G市场投入资金虽旁大。但投资回报风险不大过去十多年来上述三大电讯商也年年赚钱。 今次5G在中国的商机,赚钱能力会是很大的。因在5G技术下,自动驾驶系统,无人机送货,远程医疗手术指导,以及大型3D立体游戏机等都可以实现。有别于以往3G和4G网络主要收入来源于一般客户、用家。 中国商家将会肯支持5G市场开发。即使如此,若要欧美电讯商亦求下具知发展。将来再与中国的5G电讯商竞争。在成本效益比较下,肯定是会输给中国电讯商。除非欧美政府肯改革法例或作补贴责作别论。 另外,现时世界各国4G使用者,需要每年给予多家美国电讯技术开发商数以亿美元的版权专制使用费。其费用将会在5G技术落地后大幅萎缩。 全球各国5G用家可能需要,每年给予中国5G开发商专利使用费。难怪美国极力阻止中国推广5G技术的使用。有企业肯投资,自然便有供应商提供技术了。 故此,中国的5G技术成功。是首先有市场支持。有商机,有前赞,才有相关的技术提供。而不是中国先天的电讯科技高于欧美。所以才赢得市场,这是一个因果逻辑。 不宜倒转。换句话说,中美现时贸易谈判中,强调不准国家补贴损害私企自由竞争。内容可圈可点。 因为协议内容一旦达成。美国会否在未来用以针对上述三大中国电讯商的共同利益行为。 称为合谋垄断,因而构成阻碍其他企业。之竞争,致令美国法院又再判出罚款天文数字的判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